想了想我决定还是投最后一标 看没有 这三份880 像这种的底标价越低的 其实竞争是越大的 这份材料这个地方就这一节色了 一小条色 总都是相当的不错 手镯的话应该是挂的上的 但是这一片的话挂绿是挂不到了 只能是这边取镯子了 这一份的话就完全没有希望 这一片的话也是 就是这条列了 不然色它是挂的镯子上的 现在的话只能是说这边打镯子 这边取牌子挂色了 这漂亮的话的 这种就不太对我的主要 我决定投这一份 这一份底价38我也要投 水头看得很短 像干青一样 但是呢 这个石头我们不玩这一面 玩这一面 没有这边它是挂了的 这边它是有水头挂开的 主要是它的皮口很老 上面这个花也漂亮 这块也要投了 漏碗之鱼 就那个下面是干青 这一面就挂开了 有花种水 万种五百 到处就是黑 这种 最后两标 一定要中 这两道小石头 这个是最后一标 差点忘记投的那一标 这个应该会给我惊喜的 还好我投了这一份 而且它还中了 很多人可能看不明白这份材料 因为是一个干青 有什么好玩的 这块石头呢 我告诉你们 我为什么要投它 这一面确实它中间有扒开了 压灯 一点点水头 就是一个干青 但是呢 我们灯光往这边慢慢走 水头它会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到这边 看到没有 已经化肿水了 而且色特别的羊 它是有黄雾的 这份材料是可以黄加绿的 而且呢 它的皮壳油腥够好 皮壳够老 它有内化的可能性 而且还不小 这边的色花已经泛出来了 到达了一个羊绿 但是呢 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份材料 我要去做什么 可以整体做一个手把剑 或者小摆剑 也可以把它切了做挂剑 但是我现在 还是想把我自己的乌鸡手镯 先做出来 做出来以后 我就把它盘了 我好 我们就要